军青泉岡基地下午2点发生重大意外 有一名士兵在进行步枪操演的时候 枪支突然击发 子弹贯穿脸部伤重不治 初不了解当时是空军防空际飞弹指挥部302营士官兵 在爆场进行实弹射击 操作T91步枪的过程发生意外 子弹从下额贯穿 第一时间士官兵就被送往医院抢救 但下午2点30分还是宣告不治 军方人员不断在急诊室内忙进忙出 发生意外的士兵出身丹顶家庭 突然传出噩耗让家属好痛心 妈妈做没法的啦 小孩应该是任养的啦 你爸爸呢 我不晓得 应该有家庭好吗 普通啦普通啦 现在是干净啦 阿嬷身体会弄不掉 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 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体的这个事件 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命伤损的事件 国军对于所有我们不管是训练或者是战备工作 都以安全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要求的原则 空军发生重大意外 国防部长顾立雄下午在立院备巡也立刻成为焦点 今天有国军向我反映 他说每一次打打的时候他都很害怕 因为清枪的人第一 很多人没有按照程序来 我想我下去之后根据这个事件 我会要求全面的厘清相关事情 这个不幸事件发生的经过 发生意外的军官大体也在傍晚使用车辆运送离开医院 国防部强调会详细调查造势原因 到底SOP有无问题还是人为疏失 详细情形厘清之后承诺会再进一步报告 经期文最后报道